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FHBIN-GX-10型手机屏脱胶热风精密烘箱操作方法。 首先接通电源,打开电源开关,把超温保护开关打到ON状态,然后按数据一位键进入设置状态。 当前上显示框显示温度给定参数SP1,下显示框显示温度给定值,默认值为70。 如果需要修改,可通过数据一位键、数据减少键和数据增加键进行修改。 按数据减少键减小数值,按数据增加键增加数值。 按键并保持不放,可以快速地增加减少。 而按数据一位键,则可直接移动修改数据位置。 按数据减少键和数据增加键修改闪动位置的数值,操作快捷。 再按设定键,上显示框显示恒温时间参数T1,下显示框显示恒温时间值。 如需修改同上所述,通过数据一位键、数据减少键和数据增加键进行修改。 最后,按设定键返回初始状态。 这时,工作温度与恒温时间已经设置完成。 最后,进行加热运行。 按数据减少键并保持约3秒钟,下显示框显示RUN10,松开按键。 加热只是当开启,烘箱进入加热工作状态。 当烘箱加热完成时,下显示框会出现STOP与设定温交替显示停止加热。 如需提前停止加热,可按数据增加键并保持约3秒钟。 下显示框出现STOP时松开按键,烘箱停止加热。 下次再进行加热运行,可直接按数据减少键并保持约3秒钟。 下显示框出现RUN10松开,烘箱启动加热。